因為時間也差不多了 那我現在我就直接來開始開 今天是由我來做開場 那麼歡迎大家來參加 第28次高翔功德黑客松 那我這邊我也整理了 就是我們過去的那個 我們黑客松的那個命名由啦 就是我們過去 名稱都是拿台灣的一些歷史事件 不過因為最近已經 我們歷史已經追上我們現代了 所以我們最近幾次黑客松 應該就不會再用歷史事件 應該就會以現在的時事來做命名 所以我們這次的命名就是 那個高翔功德黑客松 那我順便預告一下 接下來幾次黑客松的時間 很好記 335577 就是3月3號5月5號7月7號 下三次黑客松 然後以及10月567三天是GiniV Summit 所以接下來四次黑客松很好記 就是四個時間 33557710月567 然後另外就是 之後我們在大松之前 都會有一個community handout 就是我們會在那個 大松前的一個禮拜 會有一個線上的 讓大家可以在線上聊天 哈拉 那麼這個聊天就是沒有線什麼主題 大家可以把想要提案的內容 可以先在聊天過程中 先讓大家知道 我們可以讓提案更完整 那或許來提案的時候 我們可以讓這個提案更容易成形 所以歡迎說大家之後 可以關注就是community handout 跟未來大松的一些訊息 那麼今天天氣這麼冷 那感謝大家 一起來參加GiniV這個功德的活動 就是讓我們台灣能更容易變成一個功德社會 但是 當然也希望大家不要只是就是做功德而已 我們也希望說不只是顯成是做功德 也希望大家如果真的有一些想要更認真做的事情的話 也有一些資源可以用 所以我們有GiniV公民科技創新獎助金 那麼目前這一期到1月21號下禮拜之前提案截止 那麼如果大家就是有時間有心力 但是就是可能缺點錢 或缺點資源 那麼也歡迎就是把你的想法來做投稿 然後來參與GiniV公民創新獎助金 那假如沒有想法也沒關係 那也歡迎大家可以上GiniV公民的網頁看一下現在有些提案 然後可以幫忙 就是覺得有些提案可能還不錯 但是有缺少一些問題 有一些問題可能沒提到 那也歡迎可以在他的留言板上面幫忙問 那麼也是幫助這些提案可以更完整 或是可以提早想到一下本來沒有想到的問題 那或許可以讓這些提案之後能夠更完整 更能夠幫助更多人 所以歡迎大家就是可以再多關注一下 公民科技創新獎助金 無論你是要投案或是要去看一下別的提案都可以 那關於今天大宋的流程的話 那流程大概就是一開始會 等一下開始就會看出提案簡報 那看出提案簡報完後 然後再來就是現場所有人會有個自我介紹 然後介紹完後大家就開始 如果你有遇到 你有覺得哪個專案不錯 你就可以去參與那個專案 或者是大家可以各自來聊聊天啊 或是就是 了解一些社會現況之類的 那再來就會有一些早餐啊 午餐啊 之類的 一堆非常非常非常多的食物 那以及 等一下下午1點半的時候 會有一個 那個旅行團是可以帶 因為今天新參賽事還蠻多的 會帶一個 有興趣想要了解的人可以 就是會有旅行團來帶大家說 各專案是在做些什麼 那讓大家有更進一步的了解 那以及下午會有一些短獎 然後再來到5點的時候 會有一個成果報告 對 短獎還沒有滿 對 短獎還沒有滿 所以如果有些 有些最近的觀察啊 或什麼想要分享的 或是最近做一些事情 覺得很興奮很想讓大家知道的 也都歡迎可以在短獎這邊登記 好 那 其實GIV就是充滿了非常非常多的坑 然後如果想要了解說 我們這次大松的 那個這次的提案啊 有什麼坑可以參加 或是有什麼坑可以挖給大家跳的話 可以到hack.giv.tw 然後這個 這邊有個當期hack的鬆控筆 那進來的話就會到這個網頁 那這邊有個人要提案看提案 這邊就是 現在大家已經有填寫的 就是今天有要提案的內容 那麼 如果想要跳坑的話 就是你可以找一下 關於自己適合的坑的話 可以拉到右邊 右邊的話這邊有專案真人 就是每個專案他缺什麼樣的人 然後他可能會寫說 我缺前後端我缺手法律 我缺設計 我缺什麼樣的人 他專案可能都會有寫 那麼 外面也都會有很多技能貼紙 所以大家也都可以拿技能貼紙 把它貼在自己的身上 讓大家知道說 你是一個什麼樣 你是什麼坑的形狀 你可以跳什麼樣的坑 那可以讓專案就是挖坑的人 可以更容易知道說 可以找到哪些人幫忙 那關於提案的話呢 有一些小秘訣 例如就是 提案的話 因為其實GV這不是結案中心 這邊只是一個說 我們想要解決一些問題 然後所以 來做提案 所以如果要提案的話 就是你可能要想清楚說 我為什麼要做這個提案 然後 我要怎麼做 就是會需要 可能會有個初步想法 就是說你有個想像 這個提案你要怎麼去進行 怎麼解決 那你需要什麼樣的人力來幫忙 所以關於這個人力 可能也要想清楚說 你需要 你需要的是 可能是需要層次設計 可能需要是美術 可能需要是法律 可能需要是 任何的 你就會把它寫出來 然後以及說 這個專案到時候 成果是要怎麼公開出來的 就GV這邊其實是會要求 成果都必須是要開放授權的 那 所以成果也必須要寫在那個 提案表中 然後 所有的提案要在三分鐘內完成 所以 等一下會有 就是時間快到時會有進行舉牌 所以可能提案的人要注意時間 那 提案的時候就是要注意說 不要講說 你們能不能來做這件事情 而是說 我要來做這件事 有沒有人願意一起來 那 或者是說 我認為那個 我認為 什麼樣的東西可以做 但我想做做看 那麼 用這樣的方式提案的話 能夠更容易讓這個專案 能夠被提案成功成型 所以 等下的流程就是接下來會有 每一個小組三分鐘 每一個有提案的 有ID的人 有三分鐘的時間可以提案 然後提案完後 自我介紹完後 大家開始組隊 然後組隊完後 最後到今天下午5點的時候 會有個成果發表 那麼再來就是 如果 大家還是覺得 不知道有很多問題 不知道要怎麼 要找誰來問的話 那個 現場有很多穿黃背心的朋友 那都可以盡量的 就是找黃背心的發問 然後 另外因為今天確定有旅行團 所以卡 在編輯 就是等下下午1點半會有旅行團 然後所以 有興趣的話 等下1點半的時候可以注意一下 然後可以跟著旅行團一起跑 然後再來就是 因為 提案者非常多嘛 又有十幾個提案 那麼如果提案者 大家不知就是 剛剛等下一輪提案完後 大家可能不知道誰是提案者 那就像是在茫茫的查理布朗海中 你不知道皮卡就在哪裡 所以為了要能夠找到提案者是誰 那麼 很簡單 你只要加上一個 紅色的小布條 你就可以知道茫茫的查理布朗海中 皮卡就在哪裡 所以等下提案者提案完後 這邊可以索取一個 紅色小布條把它帶在身上 那這樣子 大家想要跳坑的人 就可以知道說 那誰是提案者 就可以主要來找他 那麼另外就是 等下提案者也提案完後 也可以索取一個塑膠牌 然後上面可以寫上說 你是什麼坑的 那接下來就是 假如要跳坑的人 就可以去找這個塑膠牌的位置 然後就可以知道 所以我可以去哪裡去參與這個坑 那麼同時 這一次我們有增加一個hacking地圖 在這邊 然後以及在那個 這邊提案表這邊有個個專案位置圖 所以就是如果已經 你的坑已經有就定位的話 也在麻煩在這兩個地方可能點寫一下 這樣也可以方便讓跳坑的人 可以知道他的坑在哪裡 然後再來就是 那個 這邊會議室裡面是不准 不准飲食不准喝飲料的 所以大家要注意 就是外面可以盡量盡量吃 沒關係 然後另外就是吃完東西之後 記得要協助垃圾分類 然後那個如果大家對於就是大松 就是有想要贊助的話 那麼也可以到這個 ocf.tw.net 或者是 我們外面有一個 功德院功德箱 來 你要拿進來 對如果願意贊助大松的話 可以 將您的功德金投入功德院 對方可以丟錢 對 好 那所以我們現在就開始來提案吧 那麼第一組可比 你要直接用這個嗎 對 謝謝 謝謝